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分别在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是很著名的开胃菜 大家学起来吧 首先材料也有凤梨、去皮、去腥300克 黄瓜一大条、长豆100克、胡萝卜一根去皮 包菜150克、沙格150克 黄瓜切条、去腥 腥的部位含水量高 如果你不介意阿渣水水的 腥倒是可以保留 如果你有强迫症 可以确保每根长度一样的 拿个干净的盆 黄瓜放一旁备用 胡萝卜一样切条备用 长豆一样给它咔嚓 好像被你发现我的强迫症了 去皮的沙格也把它切条吧 包菜切碎就好 比较硬的部位就免了 凤梨切成小块备用 倒入1公升左右的醋 腌过所有的材料就可以了 腌制大约半个小时 再倒掉醋 哪个老爱吃醋的就泡9点吧 现在我们准备材料B 辣椒干50到75克 按个人耐辣程度而定 巴拉尖10克 香茅两根 姜花一朵 月桂豆10克 南姜4公分 小红葱头10克 嗯 来个押韵 Chinese Wrap 辣椒干 头剪掉 过开水 大小细菌全死掉 再来 红葱头 去头去底 去衣再洗洗 姜花 掉头不要伸 花朵香喷喷 就这样 鸭鱼没了 这也太没才了啦 香茅 剩下中间的部位切成小段 这样更容易被绞碎 南姜 去皮 去掉硬 或比较干的部位 剩下的 你看见是比较湿润的 把所有的材料B 放入搅拌机 加入一些水 给它搅碎 如果搅拌机不够大 或者性能不够好 就别跟机器过不去 当然 你是可以分成几次进行的 搅拌至顺滑就好了 拍摄前被烫伤了 有下厨的话 你们偶尔会不小心弄伤自己吧 安慰一下伟大的自己哦 五天了 还是满满的沧桑感 好嘞 回来 准备花生200克去医 用生命炒至金黄色 有些水粗油就可以停了 芝麻两勺 也是一样用中火炒香 略显金黄备用 花生较凉了之后 手动搅碎 手动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不想被机器搅得太碎 没搅劲 往锅里倒入250ml的油 当锅热了 油开始 噗噜噗噜的冒泡 就可以放入搅碎的材料逼 再继续用生命炒香 加入100克椰糖 搅拌至融化 再加入半茶匙盐 一勺生抽调味 这时候你的邻居应该在想 是谁家的菜那么要命的香呀 将炒热的酱料 直接加入已经倒掉醋的苏果盆中 优雅地把它拌匀 再加入花生碎 芝麻 搅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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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 再加入大约20ml的酸干水 再搅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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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 这就近乎完美了 先把阿渣密封起来 冷藏至少四个小时 再食用更美味 在冷藏的情况下 一般你大概可以收一整个星期吧 通常没过几天就被吃完了 偷偷告诉你 这菜开胃 开了你的胃 还想减肥 哎 你想得美 神说 爱你的邻居 如你自己 所以 毒乐乐 不如种乐乐 毒胖胖 不如种胖胖 哈哈 这就拿去笑尽我的朋友了 喂 你看 连狗狗都按捺不住 见到我的食物那澎湃的心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